一段一段做 比如说我刚刚是这边 假设我就做到这边我就打个勾 然后再往下做 你担心说会有错的话 你就是end然后rept 慢慢习惯就是说像我的习惯是 就是用要习惯输入什么东西 你就很直觉的 比如说重复0 重复几次是根据用3去减掉 3去减掉LEN 后刮符 那用点的 比如说你要指这个储存格 你就点一下 它这个储存格值就过 但你不用打了 不过我的习惯用点的可能比较直觉 那你先按确定就会补一个0 那再来的话再去串它 所以再end end这个点一下 然后再打勾 你不要一次做完 没关系你先确定ok了 那如果这个ok之后的话 再来其实后面这个跟前面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 只是说你要先知道说 你要从你比如说你后面东西一定是有个减嘛 所以一定会有end减 然后呢重复几个0 那串后面东西 所以理论上一定要从F4 这一段到那你应该看得懂哪个地方开头 因为后面没有end 所以从这个end 我刚刚复制从F4这边 然后end一个减 然后end后面重复的东西 复制贴到后面去 然后再把这个 把它改 我的习惯是选它 再点它一下盖过去 选它 点一下盖过去 那你也可以自己把它改成h 用法非常多 最重要的话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熟悉的一种方式 你就做起来就会很顺 ok 那不一定说别人的方法一定最好 你就慢慢找一个你觉得最流畅的方式 那就是好方法 ok 另外答案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要想因为每个逻辑都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别人的答案 你怎么看就会怪 你觉得这不是你想出来的 而且你也不习惯到那种方法 那你倒不如换一个方法 转一个方向 随便有时候更简单 我把它打勾一下 最后的话记得 底下的东西 我把它重复一下 记得 不需要一直往下拉 因为之前有同学好像不知道说 这边空点可以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全部填满 ok 这样会是最快的 那做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再看第二种解法 因为你会发现用REP加LEM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聪明 比较聪明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有点像我们 这个如果要格式化成三码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选取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储存个格式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制定的东西 不知道各位用过 这个制定的话 它会跳出来 一般当然如果你要三 你如果要什么样的格式 如果你没有 比如说变三码的话 你可以制定 制定之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公式 把它输入三个零 你会发现按确定 它就变成我们要的三码 可是问题来了 你刚刚做的是格式 格式意思是说 它表面上看起来是084 可是实际上在Excel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变084呢 其实没有 它还是84 也就是说表面上让你看到 以为是08 以为 其实应该是假的 假表面上的 可是问题说 如果说我未来 不要表面 我不要做表面功夫 我要真的变成084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真的变成084的话 请特别注意 我把它复原一下 你要想到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 真的变成格式的话 那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你找到一个文字 真的变成那个函数的话 真的变成那个样子的话 你就找到一个叫Test T-E-X-T 这个函数的话 基本上 它叫Test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蛮多是Test 就文字 不过我觉得 它这个函数 应该名称 叫Format 可能比较合适 有没有 你会放在这里面 叫Format Format 就格式化 意思就是说 我真的把它格式化成 我看到的样子 也就是说 刚刚只有看到的样子 做表面公布 那Test是真的帮你转 真的帮你转 那只是说怎么转 基本上差别 就是刚刚我们输入000是在置定里面 可是这边的话 是输入到它有一个按确定之后 输入到这个Format Test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 把84 转换成 那个084的话 第一个它问你说 应该是第一个 第一个Value 就是给它84 这个84就帮你带过来 那如果说你要变成080 很简单 把Format 告诉他说 你帮我格式化成000 但是记得 记得Format 因为它是Test 只要看到Test 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补一下双一号 那刚刚那个if里面 它还蛮贴心 你离开 它好像会自动帮你加钱或算 但是这个不会 它没有那么贴心 所以有的时候有同学 就自己以为都会自己加 结果就忘了加就错了 OK 那也就是把刚刚的制定的那三个东西 摆在这里之后的话 它就真正的把这个84 变成什么呢 084了 也就是真正的做出什么 我们要的东西了 OK 而不是表面的 我们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来数一下 确定 084就出来了 那这个里面的084 真的文字 OK 那我像又拉的话 就007就出来了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刚刚的方法 假如说呢 我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我把这个删掉 留下最原始的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Test 然后串在后面 OK 当然肯定的 我们做一次一个办法 所以你们待会 如果不熟 先在旁边练习 它的规则就这样 把资料给它 给它格式 那这个格式跟刚刚那个制定里面的 那个一模一样 所以三个零就三个零 四个零就四码 五个零就五码 一则这一推 按确定 那我们如果把它换到这边来的话 一你就先把刚 不过我是建议干脆这样 因为如果说你现在把这边删掉的话 IP加L1就不见了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再练习的话 请你把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再来练习比较好 不然的话你刚刚练习就不见了 所以我怎么做 很简单 这个工作表如果要复制一模一样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拖拉 那复制的话就是多按一个Ctrl键 它会有个加号出现吗 放开 放开那个滑鼠的左键 这样的话又一个 这两个会是长一模一样 那我的习惯会是把这个点两下 把它名称改一下 也许名称改成叫综合练习瓜糊 我用Test来再做一遍 Enter一下 这样的话有没有 这两个一模一样 那我拿来改会比较OK 因为不然的话我改完 我前面都不见了 我回头想要看就没有了 OK 所以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那把这个先删掉 打勾一下 留下什么 留下这样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就什么 再按end 因为我要串一个什么 再串一个用Test函数去变成三码 OK 所以后面的话一样end 那因为刚刚有用过 Test就在这边 Test过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Value在这里 那我的FormatTest就是三个零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0,0,0 这样按确定之后 会不会是0,8次呢 0,8次 而且你会发现 REPT加LEN 其实做出来 跟用Test做出来 结果一模一样 当然的话 哪个简单 这个简单多了吧 对不对 要是你不会是无聊 没事 找事用REP加LEN 那不是绕一大圈 这个简单 所以工作里面 有很多事情 真的 我发现很多的公司 也在绕一大圈 明明很简单 你看他绕路 绕一圈 绕绕绕绕 最后结果 我两下就做完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 熟悉里面的函数 你才不 不然有些人不会 即便有这个功能 也不知道这样用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后面就是end什么 end 把它一样复制 跟刚刚方方法一样 贴到后面来 把这边怎么样 改成H4 再按个打勾 向下填满 这样就大功告成 OK 那顺便延伸一个题目 这个删掉 请各位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假如说 刚好你们老板 他说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会员里面 那个出生 因为我们习惯用几年即生 比如说我希望你把这会员里面 是那个什么 六年级生的资料 帮我抓出来 六年级生 所以你需要 假设顺流分析 你需要一个几年次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 给各位一个延伸题 假如说我要多一个栏位 叫几年次 OK 几年次 那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格式 用油气筒刷一下 过来 OK 那几年次一说什么 把这个前两个字 有没有 前两个字 拉过来 那你想说前两个字 插入函数 那前两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 前面的话用Labs 后面用Right Labs Labs就是抓前面 那去哪边抓 去这边抓 那抓几个字 Lumber chart 刚好看过 两个字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同学常问的问题 所以老师 明明这边是70 为什么他过来之后 他变29 特别注意 因为跟刚刚道理是一样 这个格式 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里面真正的内容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除了格式 你可以把它打回原型的话 是通用格式 它里面其实 记载的是 29,846 才是真实的 这个东西当然是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还要再讲 其实就是根据官方说法 就是这个日期的数字 是1900年的1月1号 开始算第一天 算到那一天 就是29,846天 OK 那它为什么会长得像 我们可以 应该就是后面有个格式 那那个格式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按右键除了格式 你把它按个字定 这边就是它背后的格式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要真的切割到 那个70 而不是切割到29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答案就是用TES TES会用的话 很多地方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问的问题 都是因为 它不会用TES 所以它看到东西 它怎么切都切不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把这个TES做完 然后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来画面切一下 那如果你会用TES 就真的很多地方 你看到的就可以 把你看到的东西的资料 抓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尤其你要用 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某个栏位 你就要把那个栏位变出来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出来的话 你很多时候 我觉得你第一个 一定要非常熟悉TES的函数 如果你TES函数不熟 说真的很多 很多东西 很多资料 很多栏位 你可能就变不出来 那你更不要说 要做报表 你可能枢纽分析表 做不 没办法用 你报表自然也就跑不出来了 OK 所以TES函数 一定要很熟练 那如果你要TES函数 要很熟练的话 我刚刚有介绍一本参考用书 就第一本 那个468招 它里面关于TES的那个范例还蛮多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足的话 可以把那个书拿来看看 那我待会会教各位 反正就是一个诀窍 就是以后呢 如果你看到的东西 假设切割失败 那你可以用我等一下讲的这一招 其实应该都可以解决 你要抓某部分文字抓不到的这个问题 OK 所以待会跟各位再说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综合练习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就拖拉 拖拉左键 再加Ctrl键 就是复制工作表 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之后 再来就是把REPT加L1改成用TES来完成 再来就是把REPT加L1改成用TES来完成